今天最新來看準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晚間受到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邀請 跟民進黨27位議員當選人 密會吃飯討論市政 那麼大多數的議員都針對最近 柯批屢屢拋出爭議性的新政 批評說的比做的還快 建議柯文哲如果要用新政來測試水溫 應該由發言人說出 因為他身為市長 要更謹慎的來面對政策 準台北市長柯文哲自帶要和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參緒 但遲到了半小時 柯文哲臉色很差 一下車匆匆上樓 可以先跟那個 不是也接觸到討論市政之後的議員 好 謝謝 謝謝 沒有吧 是純吃飯 並門吃飯洗開兩大桌 民進黨27席議員當選人 老將新秀幾乎全到齊 也是柯文哲當選後 首度和民進黨議員坐下來 好好市政請義 修捕進來多番概念性的新政爭議 新政 測試風向 由其他發言人來拋出風向 他自己做最後定爪就好 我想柯P就是柯P 我只是覺得說不要吃快撞破碗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在跟議會之間的溝通 必須要謹慎來處理 府會關係 大家如何維繫 這個是柯市長比較弱的一點 建議很多 我都有做筆記 他們只是希望說能夠比較想好 比較成熟再丟出來 網頁兩個多小時不僅是市政建議 也是略議員和柯P的大長花論壇 在野黨提出一些指教跟批評 都被網友電報 剛剛大家一直在complaint這件事 可是愛之聲 則之切啦 咬著他的那個把蠟說 好啦好啦 我們會改啦 我們會改啦 我覺得很好啊 這個就是我的主張嘛 事前的溝通可以減少事後的衝突 從蘇文參政到即將入主首都市府 柯文哲的另類風格 將帶來撫會新關係 是好是壞 就讓柯文哲能否謹言慎行 把議員們的建議聽進去 這晚今天傳聞台北這麼老